谁都不要拦我 我一定要打死这个狗圣 宝宝 你慢一点 小心狗圣 还没有被关进去 宝宝 小心一点 熊孩子 狗圣在哪里啊 狗圣 这 这没有密道呀 这怎么 完了 坏了坏了 狗圣挖地道逃走了 真是功亏一篑呀 哎 没关系 这一次我设置的陷阱 只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下 没有把它给抓起来 哎 太可惜了 熊孩子你就应该在里面破溜酸呢 下一次 我们在里面浇岩浆 直接烫死他 哼 算他狗命大 宝宝 老大 这是怎么回事啊 狗圣怎么被抓住了 而且逃跑了呀 史蒂夫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其实 这是我和宝宝的计划呀 哦 什么计划呀 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 宝宝 这次我们营救史蒂夫 我们需要制定A计划和B计划 A计划 我出去引诱狗圣 你下去救史蒂夫 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回家了 B计划 如果你被狗圣给抓住了 那么狗圣会打你的 所以 你就直接说出我的位置 让狗圣来找我 这样的话 我就把狗圣 设计到陷阱里面 这样 我再去救你和史蒂夫 好的 好的 我记住了 好吧 这次去 注意安全 嗯嗯 哇 老大 你这个计划 真是太完美了 进可攻 退可守 狗圣肯定没有想到 嘿嘿嘿嘿 史蒂夫 对付狗圣 我们就要有多种计划 这次狗圣逃跑了 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要继续 追查狗圣 千万不能让它 再危害一方了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抓到狗圣 把它送到检查局 永远都不让它出来 我感谢你 比赛 Academy 也让我来 对对对对对 的 这次狗圣事